好 剛剛彥寬老師已經教我們 如果男性有金鎖靜脈曲張的時候 怎麼辦 現在彥寬老師來教我們 如果你下肢也有靜脈曲張 也有一個很好的功法 彥寬老師怎麼做 叫做強陽宮 強陽宮 這個強的意思就是強化 陽是什麼 代表能量要讓它強化 剛才兩位醫師都有提到 腳是我們的第二個心臟 你的心臟最遠 所以遠的地方就叫做陰 就是它的能量是不足 所以透過強化這個陽氣 強化這個能量 效果就會很好 這個功法跟一般練功不太一樣 它要把兩腳併攏 然後腳在這個地方 有一點打開 然後兩手先合掌 這邊有一個訣竅就是 我們的手腕的地方 要用力壓著 因為這是我們的心肌 跟我們的心包肌 所以這個地方壓著 然後把氣向上提 好 這邊到這裡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借用一下這個力群 小腹要吸 然後腳跟才向上提 然後直接落下 這個落下就一路的落下來 這個氣功講究的就是 當我這邊氣吊動了之後 向上一提 我們認為丹田是氣的能量庫 所以我如果把丹田 往上這麼一提 下肢的這個陽氣就伸上來 你在上去的時候有點類似 有點用力的感覺是不是 不是用力 就是小腹要吸進來 然後腳跟才向上提 然後一落的時候 就一路的落下來 這樣整個下肢就放鬆 好 接著下一個動作 腳要立刻張開 比肩膀更寬 然後兩手的手掌先朝上 在頭頂合掌之後 然後彎下來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的大腿內側要打開來 因為內側為陰 外側為陽 然後我要增強我內側的 這邊的陽氣 所以這個地方打開來 然後慢慢的起 掌心朝下 就落下來 那記得一定要慢 第二回合 合 先合掌 然後向上 提 吸小腹 然後腳跟 再墊高 抬起 落下 手就一路的落下來 左腳 打開 掌心要朝上 魚粒都是跨左腳 對 然後聚氣 向下蹲坐 這個時候手還是在頭頂上 慢慢的起來 掌心朝下 兩側落下來 這個對於有靜脈曲張 效果非常大 好 我們做最後一次 請所有的觀眾朋友跟著我們一起來做 先兩手用力的合掌 用力的合掌 然後向上走 小腹收 然後提腳跟 將腎氣向上提 放鬆手 就一路的落下來 然後左腳跨出去 剛才江醫師問到一個很重要 左腳 都要左腳 為什麼 因為左為陽 右為陰 如果我是出 右腳出去就大瀉 大瀉 就這個氣就瀉掉了 我們這個能量是要留在身體 所以左腳跨出去就不一樣了 然後掌心要朝上 向上 然後合掌 向下落 好 那我先停在這裡 像這是我們合格的教練 這個動作就會讓他站半小時 所以你以為回春 就是這樣躺著會回春 他是要練的 所以他就會有這個功力 所以他現在氣會整個聚在這個內側 他會幫助這個回流 所以整個血管會活活 那我們像一般人初學者要怎麼做 這個要多久 初學者我們就可以稍微高一點 以你自己能夠忍受 可以高一點 可以再高 但重點是什麼 腿要打開來 腿要打開 這個差異就非常大 OK 然後我們起來的時候就是要慢 然後手張開掌心要朝下 慢慢的落下來之後 這次的收工不一樣 就與肩同寬 好 所以要記得我們今天 前一段早一點講的是 這個是收工 這個是南工 然後現在靜脈曲張 就是兩腳張開與肩同寬 就可以達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這個工法什麼時候做 剛剛你說那個是晚上 這個呢 這個是下午5點到7點是最好的 那為什麼很多這個靜脈曲張 下午5點到7點特別 因為這個是植物留住走腎氣 如果腎氣虛的人 這個時候氣不足了 所以他的腿就特別 其實下午5點到7點 大概是你靜脈曲張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你剛好站了一整天了 我們非常感謝燕煌老師 帶給我們這一段氣功 大家好好的練 就可以有效的預防你的靜脈曲張 但是如果今天靜脈曲張 真的已經很嚴重了 我們現在大概到底要怎麼治療 那方法有哪些 是 我們那個靜脈曲張 現在的治療其實非常先進 通常病人來說 我們會先看他到底屬於是外觀型的 不好看而已 還是他是嚴重型的 如果是外觀型 就是那些血絲 清晶 不會影響到身體健康的 可以用不管是表皮雷射 還是硬化劑注射的方式來治療 如果這個病人 經過我們超越部的檢查 發現他是嚴重型的靜脈曲張 那我們有一些比較好的治療方式 哪一些治療方式 傳統的手術 我們叫做靜脈波竹術 對 我們以前當註衛師都在練這個 對 現在比較少人在做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有的需要全身麻醉 半身麻醉 尤其現在年輕女生 很討厭腳上有一些疤 另外這個術後 有的時候恢復期會很長 會有一些併發症 所以現在比較少人在做傳統的手術 比較新式的手術 我們叫做血管內燒酌素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生一根管的進去 把有問題的血管把它燒掉 直接燒掉 對 這種治療當然優點很多 第一個 它是局部麻醉身很安全 我們做過95歲的病人都沒有問題 第二個 做的時間很快 我們做一隻腳大概半個小時 那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術後幾乎沒有恢復期 所以我們跟病人講 做完之後你要接小孩 接孫子 買菜逛街 土豐壺 太極拳 其衛百合大概都沒有問題 什麼都可以就對了 馬上就可以 但是它唯一有個小缺點是什麼 就是說做完之後 要穿彈心襪 穿三個禮拜 現在台灣人大家都不喜歡穿彈心襪 所以有一個最新的治療方式 我們叫做靜脈膠的治療方式 對 那這個概念很特別 它就是把有問題的血管 用膠水把它黏起來 對 那這種治療 其實它有很多優點 第一個 因為它不是勾掉 它也不是燒掉 它是用黏起來的 所以它對組織 並沒有什麼熱消音 或是那些傷害 傷害好像最小的感覺 沒有錯 對 那它最大的優點 就是術後不用穿彈心襪 對 一個要穿彈心襪 一個不用穿彈心襪 對 所以做完之後 病人就一個針孔而已 OK棒一貼就勝龍活舞 下床拍拍屁股走路回家 那這個到底大概多少錢 對 這個自費的衣材 因為它們有不同的地方 有的是德國做的 有的韓國做的 所以費用都會有點差異 OK 好 那藍芳 剛才這講的是下肢的靜脈膠 那如果是金鎖的靜脈膠 很嚴重了 現在大家都怎麼治療 如果是很嚴重的 金鎖靜脈膠就很像 前面剛剛說 因為靜脈膠很像一個蟲 那就很像一個袋子裡面 包著一堆蟲一樣 那一般其實金鎖靜脈膠 不會特別做治療 去追蹤就好了 那要治療的話 也只有手術治療 那除非你反覆的疼痛 譬如說你在久坐 久站 或是你做一些激烈的運動 或刑防之後 你的陰囊很激烈的疼痛 如果是反覆性的 或是你發現你的膏丸 已經開始在萎縮了 那才需要手術 或者是你長期已經發現 你不孕了 就可以去求醫 去手術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靜脈膠 還是以日常的生活保健為主 不管是飲食 還有彥寬老師帶來一些工法 都可以幫助我們有效的改善 那如果嚴重的話 還是要求助醫生 可能還是要手術 才有辦法幫助你 因為像你嚴重的 精神經病的疾患 不是外觀 有時候甚至會導致你不孕 另外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男生突然的淡淡疼痛的話 你千萬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是 那個膏丸的扭轉的時候 你沒有在八小時之內 把它轉回去 你就可能會喪失一個膏丸 我們一定要小心 生活上這些小症狀 才能永遠健康喔 健康2.0 下次見 拜拜 小鈴鐺喔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喔